今天李克勤回到母校 帮TVB电视台排特集 现场钢琴演奏 李克勤更是神情献唱了一曲 李克勤邀请了梁荣中所嘉宾 他们是25年的朋友了 问到梁荣中的国语是否好了 他搞笑说是跟古田乐学的 希望可以邀请他过来帮我当主持 太客气了 但是我太久没有跟你做访问 不知道你的国语怎么样 就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点进步 我就是跟古田乐学的 他讲什么 乱讲啊 李克勤今次就专程找梁荣中回TVB 因为梁已有十多年没回TVB了 克勤问变了TVB中高层 原来是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其实他太久没有在TVB出现过 我也有一个疑问 究竟你能不能在TVB出现 我也觉得应该不可能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TVB的其中一个 这个高层 他说从来都没有问题 是吗 其实完全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记得了 他用这一根手 我可以留下来的